习近平这一手法相当高明,内涵深远。中共十九大党代表多数是在工作的或出生地选出,但新华社指出,今年中共国家领导人多半选在脱贫地区或边疆少数民族拒居地,展现对这些地区的支持。但海外媒体认为这是为了打散团伙。 新华社一日发表专闻披露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48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,当选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的情况。 文章指出,习近平是在4月20日于贵州省全票当选党代表,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、张德江、于正生、刘云山、王岐山、张高丽分别在广西、内蒙古、新疆、云南、湖南、陕西当选十九大代表。 文章强调,这些地方不是脱贫地区,就是边疆少数民族拒居地,要不就是一带一路政策的桥头堡。 这可以往多在原籍、曾经工作的或工作单位参选情况不同,这次参选单位的改变运含中共中央政治考量,目的在落实从严治党,加强工作指导与联系党员群众,听取意见。 不过有网站分析,习近平选择在哪个省分当选党代表,代表着对该地主政者的肯定与加持。 在习近平当选党代表三个月后,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弥瓦尔就调往重庆接任刚遭开除党籍,开除公职双开处分的孙政才,出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。 外界也看好陈弥瓦尔政治前途不会止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 报道也指出,习近平上台执政五年来,花了很大力气打散团伙,重建中央权威。 这次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全部不在出生地,曾经主政的参选,显示习近平在19大之后仍会沿着这条政治路线前进。 此外,这次常委参选的地区多数是老少边穷。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,造成的贫富悬殊引发地区,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。 习近平希望透过化解地区阶层的矛盾冲突,在改革,发展,稳定三者间寻求平衡,这将是19大后中国政治演进方向。 立在此,会选一会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